104.21世紀經濟報導 貝萊德 下半年A股催化劑為人民幣能否加入SDR 2015年7月15日全球市場12珠麗拿道讀 全球最大支管機構貝萊德發布中期策略報告會 貝萊德認為 相比A股納入MSCI指數 下半年大動A股市場的催化劑主要為人民幣是否能加入 IMF 的特別提款權貨幣籃指 這個機會很大 但這需要中國進一步改革其金融體系 尤其是使得中國的債券市場更加國際化 便於海外投資者自由交易 特約記者朱麗拿香港報導 全球隨著美聯儲加息的步伐逐漸淋近 全球投資者的不堪情緒正在升溫 美聯儲可能在今年9月正式階 短期債券很可能首當其衝 投資者需要提防股值偏高的美股 全球最大支管機構貝萊德拉克首席投資策略師華日文表示 利率上調的影響將不利於波幅較低的美國收息股 比喻公用事業、房地產投資信托及必須消費類股票 相反 由於貸款增長傾向跟隨利率上升 銀行股在加息環境將會受惠 它指出 同時 經過長達十幾個小時的馬拉重式談判之後 歐元區終於就希臘債務危機達成一項協議 希臘得以暫時擺脫退出歐元區的客運 由於希臘債務危機暫時得到緩介 歐元對美元的回率在近期一直穩定在1.1至1.12水平 歐元酒約有助於改善歐洲企業盈利 因為當地企業一半以上的利潤來自於海外市場 同時歐洲貨幣政策持續寬鬆 這將有利於銀行類股票 它表示 港股結束三年升7月14日 次收報25120點 跌103點或0.4% 三年升站高段落 全日成交額1261.18億港元 較前一日減少106.84億港元 成交額連續四日下跌 國企指數收報11836點 跌167點或1.4% 其中 兩隻主要A股 E.T.F.領地 南方A.50-02822跌2.8% 成交額41.16億港元 位居榜首 安石A.50-02823跌2.9% 成交額28.76億港元 雖然 海外投資者仍然對A股心有如貴 然而港股 卻已明顯出現資金持續流入的跡象 截至7月14日 北上投資A股的互股通錄得10.47億元的資金淨流出 全日升余額到140.47億元 連續第七個交易日資金淨流出 南下投資港股的港股通則出現7.72億元的淨流入 全日升余額到為98.22億元 並錄得連續四日資金淨流入 銀聯金融投資總監夏卓華表示 由於港股相比內地上市的 A股營有約40%的差價 在股值方面更有吸引力 而且海外投資者對A股的看法與內地投資者有所分歧 他指出 內地投資者的看法較為正言 認為一旦出現股市危機 中央政府必定會出手救市 而國外投資者則擔心內地股市的流動性 透明度及政策市等因素 銀聯集團董事總經理及行政總裁劉家市則透露 由於近期A股市場大幅波動 加上市場的透明度問題 香港積金局及業界站不會考慮加大投資 A股佔比 高盛首席中國策略師劉敬津認為 過去三週A股 H股分別下跌23%和19%是正常的牛市調整 而非市場崩盤 A股去槓桿過程已經接近尾聲 但未來融資規模可能要再縮減弱4000億元 市場迎面臨一些波動 投資者可以關注香港市場上被超賣的 H股以及基本面強勁的 H股 部分港股中小盤股入場點更佳 大部分都處於今年低點附近 H股指出A股震盪並非經濟問題 A股在短短三週急射30% 股市震盪的骨牌效應是否會波及實體經濟? 悔萊德亞洲股票聯席投資研究主管Chris Hall 表示 內地A股近期的波動主要是市場問題而非經濟問題 我們並不認為會對實體經濟帶來顯著的影響 他稱,以財富效應而言,內地家庭投入股市的資金 只佔他們資產組合的11%至12%左右 其中降干融資的佔比僅為4% 因此由於股市暴跌影響樓市等其他資產類別的概率很低 融資融圈業務的規模約為3000億至4000億元 佔A股流通的市值只有約6%至7% 對整體經濟的影響比較有限 他指出 港股近期的劇力波動主要來自A股 因為A股早前有約50%的股份停牌 而H股與A股的關係密切 因此投資者為對沖風險而股收 H股獲得流動性,變相令港股受壓 但他認為香港相對於內地營為較好的投資渠道 海外投資者對於A股市場極究的擔憂可能推遲 A股納入MSCI指數 對此赫風回應表示 MSCI在納入A股的步伐上十分謹慎 雖然納入指示時間問題 即使真的獲得納入 大約會吸引約500億美元的資金流入內地股市 這與整體A股的規模相比 也許並沒有那麼重要 華日文則認為A股早前升幅超過一倍 近期則跌近30% 令到目前A股不同個股的股值存在很大差距 未來要視乎央行的政策會否使此情況有改善 從而穩定A股市場 但目前A股的股值在亞洲區當中仍然較有吸引力 投資者可以發掘一些買入機會 相比A股納入MSCI指數 我認為下半年帶動A股市場的趨化劑主要為人民幣是否能加入 IMF的特別提款權 這個機會很大 但這需要中國進一步改革其金融體系 尤其是使得中國的債券市場更加國際化 便於海外投資者自由交易 華日文表示 截至去年底 外國投資者在中國國內債券市場的持有量僅1.9% 全球超過60家中央銀行軍以投資人民幣資產 持有量超過1000億美元 根據國際計算銀行的估算 目前人民幣已成為全球貿易融資的第二大貨幣 全球結算的第五大貨幣 全球交易量第十大貨幣